当然我们利用前面讲过用那个就是开档 所以这边其实前面讲过的开档 然后把它用realize 就是一行一行的读取 并且读一行之后的话切割 把里面的话把它切割成这个五个部分 那五个部分分别在insert into 放到那五个栏位里面 所以必须要先在刚开头的地方 先给它五个栏位 那这五个栏位呢 因为它的资料有不同的形态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针对不同形态给它适度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常用的也许就是像文字 文字最常用 反正你不知道用什么形态 全部用test的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说它第一个比较没有效率 因为你都放进去 它以后查询比较麻烦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相对的它将来跑的效率 会比较差 所以你当然要用比较相对正确的 不过因为现在电脑都跑太快了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动脑筋 或者你之类没有那么大 其实百万分之一秒跟千万分之一秒的差距 其实根本感觉不出来的话 那其实你全部都用test倒也无妨了 不过精确一点来看应该是不行 然后我们就是有ABCDE 那我是用那个类似像E-Sale的方式 有点像你就把E-Sale打开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现在E-Sale也非常受欢迎 像在台湾其实最受欢迎的 你们其实可以去查一下伯克莱书店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到网络上买书 所以网络上买书 我蛮常在伯克来 因为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买这本书 那我直接可以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直接取货 而且它还打七九折 所以有时候反而你去 各位应该有去过成品吧 成品书店有个缺点就是说 它书是开放 但是它问题是它不打折 所以如果你或者你不是会员的话 那可能就多一点费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会这样 先记下来回去再网络上买 不过当然对成品书店来说有点不公平 OK 不过成品书店还蛮推荐各位可以去的 那个信义成品 算旗舰店或者是敦南成品 那敦南成品是开24小时 所以你晚上如果睡不着觉 当然你要有交用工具 你可以凌晨 那个敦南成品 那时候书店是开放的 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稍微比较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 晚上半夜睡不着觉 真的就跑敦南成品 在那边遇到蛮多的台湾的艺人 关键字吗 真的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那个台湾的艺人会到那边 像周杰伦 不会去 没有 我其实不太记得他的名字 反正就是看知道就是艺人就对了 不过他们通常的装扮就一定会戴帽子 戴着滴滴的 然后穿的可能就是比较 尽量让人家认不得 他好像今天会去假扮迷心吗 假扮 我不是迷心我干嘛假扮 因为我 不是不是 我们不同的style 人有人人的不同的品 人品不一样的时候 艺人也不一定比较 比较开心吧 我觉得艺人蛮辛苦的 因为到处都要遮遮掩掩的 你走在路上你也不自然 比如说你要很轻松的穿个短裤 穿个假脚拖 对不对 你要在路上走你也不自然 你是艺人马上就会跟拍的 对不对 然后你车子也要一定贴的黑黑的 你也不能 像现在狗仔很厉害 你只要 甚至是你要跟人家见个面 哪怕异性 也会被人家写说 你跟对方有什么关系之类的 倒也不是那么自在 像我们就很轻松 人家想走就走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 一定要点牺牲的吧 所以如果有自当艺人的话 要想清楚 当网红也是一样 所以我一直以来 也不喜欢把自己露脸 因为我怕我到时候 在路上被人家认出来 你是吴老师吗 那开始就好像要跟你照个相 或者是说要跟你聊个天 你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很麻烦 其实人红是非多之外 对 而且什么人怕 什么猪怕肥 对不对 那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书店的话 网络书店让伯克来 你们比如说台湾现在电脑图书里面 目前排行榜你可以看到 电脑类的 现在第一名卖的最好的 其实就是写什么 写ECL VBA 第二名跟ECL有关 第三名 第三第四 大概一直到后面都是Python 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 在台湾的情况上该是这样子 OK 不知道 但我想未来也是一样 所以会变成说一个是商用软体 微软的 一个是非商业用 就是自由软体的天下 而且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第十一名也是VBA 有没有 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也就这些东西 E-Sale E-Sale Python Python 因为是Python 有没有 到处都是Python OK 所以现在好像在台湾 而且第一名这本书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买个特别的地方 请各位看一下 看到吗 同名同姓吗 是不是 是吗 自己有兴趣再了解一下 里面的话 特别是刚刚的这个部分 最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Instate into value 但它一定是什么 把一个字串中间 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变数进来 如果它的形态是Iron 就是Integer的话 那记得前后不用加这个单引号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其他都要加单引号 包含这种Data也是一样 你也要加前后单引号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 我建议你们在Excue它之前 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注解掉 先不要Excue 因为Excue的话 很容易发生错误 哪怕是你只是一个小的 单引号错都不行 那我建议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先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 把这个SequelStream 先预先Print出来 确定说你这个Print出来的结果 是正确之后 你再去做什么 做执行 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结构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一定是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Values 那后面建议是空格 不过其实在这边好像没有空格 OK 然后你会发现前后没有单引号 数字的话 如果文字日期文字 这些前后都有什么 有单引号 如果你Check一下 少一个都不行 OK 所以刚刚如果你发现错误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Print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少一个单引号 如果是的话 那你再重新Check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发生错误的 除非说你已经老手了 否则的话没有人说一次就可以 那么成功的一次就把它Run出来了 OK 如果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突破的话 以后再执行Seql语法 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在这里了 另外当然你会想说OK之后的话可以执行 那就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另外的话我是建议各位 除了用Print这个Seql之外 另外呢这样的写法其实非常不好写 因为要串接 尤其是如果你的那个程式底子不够好的同学 一定非常容易做错 OK你的底子够好的话应该没问题 OK 那刚刚已经 我统计一下 如果刚刚不是越写越复杂 如果像这个地方的话 以我的习惯 我如果交归另外一个方法写 就是说你可以再配合一个什么 配合一个所谓的Formator 那Formator 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呢 如果你用Formator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加上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 你用Formator的话 你可以加它的资料 一个变数的话 你将来可以用一个大瓜糊表示 逗点前后也可以加大瓜糊 也就是说这个是数字 所以前后不用单一号 这个是数字 那这个文字要前后单一号 你可以先打 然后呢 第三个也要 第四个也要 第五个也要 所以你可以预先怎么样 Insert into 到那个table里面 然后呢 value我建议是空格一下 因为习惯上还是空格 其实这边当然 我刚刚没空格好像也对了 不过习惯上 然后呢 瓜糊之后的话要带给它 因为前面是五个栏位 所以后面也刚好五个大瓜糊 但是哪些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文字的部分 你预先在这边加上这个单一号 后面的话很简单 你就点什么 点format 有没有 那format的话你就直接把后面 总共会有五个变数 有没有 五个栏位的变数 其实就是这五个 有没有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刚好到这里 然后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边来 实际上就上面这一串 把它串到这里面来就可以 这招还蛮推荐各位可以用的 而且不是只有在python可以这样用 其实还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的 记得在app Java里面也有类似的用法 也可以用类似format Java里面有format 其实也可以用出类似的方法 这个好处就是说 反正前面就是你的格式 后面就是你的那个变数的来源 这样的话就简化很多 OK 那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假设已经有一个member1 那我也许把它给member2 也许这边的话 再换member2 然后再来run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就OK 来执行一下 OK 把它run一下 如果我换第二种写法 这个run起来没有错误讯息 那表示应该成功了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用SQLite Browser 去把刚刚的那个 这个db给打开 有没有member2 有了 这形态都列出来 另外的话里面的data 也可以看到有一个member2 这个时候的资料也就全部进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 用那个insert into的第二个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配合什么 配合format 前面可以写这样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其实这边的话应该是 那个SQL里面算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OK 请各位试试看吧 用那个大瓜5配合format 谢谢看